宁肯蔡基护卓也不能请中国顾问 难以想象 在东非国家竟然有这么一条潜规定 两国之间如果发生战争了 绝对不能请中国军事顾问 必须各凭本事 甚至可以请别的国家 但就是不能请中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其实 这一切都要从东非的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战争开始说起 这两个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发生了一场战争 当时乌干达总统阿明莫名其妙出兵坦桑尼亚北部 不仅占领了其北部的边陲重镇尼亚卡尼亚西 还屠杀了50万无故民众 说起来 这个阿明是个精神有问题的疯子 只上过四年小学 小时候 他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参加了英国皇家非洲第41部兵营 从一名小兵一直干到了乌干达陆军总司令 守万了得 如果他的职位只停留在这里 那一定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励志故事 贫民翻身当高官 把乌干达的小年轻们感动得稀里哗啦 可惜了 这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971年1月25日 时任乌干达总理的奥伯特出国参加会议 阿明趁着国家首脑不在 悍然发动了军事政变 夺取了乌干达政权 有了权力 阿明的本性彻底暴露 为了压制反对派 他将大量支持奥伯特的军官杀害 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追杀和奥伯特同性的人 那段时间 尼罗河里全部都是被他杀害的尸体 甚至一度把河道堵住了 为之作文后 他又对足球有了兴趣 直接将乌干达足球国家队的德国籍教练 帕珀喊过来 并热情地招待了这位教练 帕珀早就听闻这位新总理性情暴力 和阿明聊天的时候瑟瑟发抖 生怕说错话惹怒了他 丢了性命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阿明竟然让他像训练球员一样 让所有内阁高官踢足球 那场面把怕破都逗笑了 在阿明执政期间 他还经常在深更半夜 给驻外使节打电话下达指示 连招呼也不打 把别人气得半死 1972年8月 他还莫名其妙地下令 驱逐了所有在乌干达的亚洲人 导致工厂没人干活 民众生活水深火热 把民众的生活彻底搞乱后 他自己倒是逍遥快活 不仅妻妾成群 还有五十多个子女 整日不学无术 国内祸祸完了 他又开始打国外的主意 对收留他的死敌奥伯特的坦桑尼亚 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1978年10月 坦桑尼亚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被炸 边境五十万军民被杀 这是由阿明发动的单方面屠杀 并占领了坦桑尼亚 1813平方公里的土地 因为曾受过拳击训练 他还不断挑衅坦桑尼亚的总统尼雷尼尔 声称要通过二人单挑 来解决这次边境争端 尼雷尼尔不想理这个神经病 直接和乌干达境内的反对派 一起组成联军 兵分三路 打到了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阿明原本以为 大家都是东非中等小国 军事实力相差也不大 他不至于输得太惨 没想到仅仅半年 阿明就输得一败涂地 连卡扎飞支援他的2500名重装部队 都完蛋了 眼见打不过 阿明就收拾东西 带上21名子女流往海外 在坦桑尼亚的帮助下 乌干达得以重建 但战后两国之间 却达成了前规定 请外援还是不要请中国顾问 这又是什么情况 打仗请外援可以 但不能请中国 这个奇葩的论调 竟然是东非国家之间 默认的前规定 难道他们不喜欢中国吗 1979年 坦桑尼亚在极短的时间内 帮助乌干达把暴军阿明赶下了台 乌干达反对派亲眼见证 坦桑尼亚的军队大变样 坦乌战争初期 坦桑尼亚的军队人数 总共也就4万人 被乌干达的战机轰炸过后 两方士兵开始菜鸡护着 战斗方式非常原始 比如近距离作战时 不论是坦军还是乌军 都不用重武器掩护 直接用人海战术冲锋 一旦有一方被对方气势压倒了 就改用远距离机枪扫射 别看动静自然大 但一看伤亡几乎没有 十几万发子弹 就像打着碗一样 后来阿明的军队逐渐扛不住 就向另一个暴军卡扎菲求助 得到了利比亚一支 2500人的重装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的 全是当时先进的苏式武器 比如BM-21型卡丘沙火箭炮 米格-21战斗机 T-54型坦克等等 来势汹汹 但坦军这边也有外援 当时坦桑尼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和中国的关系非常亲厚 战争爆发后 中国就对他们进行了军事援助 给他们的军队 配备了59式坦克 歼6歼7战机的中国武装 更重要的是 中国还有一个军事顾问团 抵达了坦桑尼亚 利比亚重装部队参战后 坦军的实力仿佛一夜之间突飞猛进 不仅在几个星期内 动员了6万群众参军 还会采用迂回战术 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在中国顾问的指导下 坦桑尼亚军队仅用一个月 就收复了被阿明侵占的领土 两个月就打进了乌干达 最终又半年内 赢得了战争全面胜利 解放了乌干达全境 震惊了整个非洲乃至全世界 从这之后 坦军一跃成为非洲最强军队 被称为非洲解放军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东非国家开始争先恐后的 效仿中国军队训练 很快 东非就形成了一幕非常诡异的画面 今天坦桑尼亚军队提中国正步 明天乌干达军队喊解放军口号 后天肯尼亚搞中国式阅兵 别说搞得像模像样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真是中国解放军 就这样 一股中国式练兵的风潮 席卷了东非 互相之间忙得不意乐乎 后来 整个非洲也被这股风潮影响 纷纷请中国军事顾问 帮他们训练士兵 而我国有名的三所军事指挥学院 也在几十年间为非洲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 其中就有五位总统 八位国防部长和一百多名总司令员 例如后来的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 他就在中国接受了正规的解放军训练 东非各国瞧着大家都整得挺好 就想着 既然都用的中国式练兵 都有中国顾问 那到时候爆发战争 可不能再请老师帮忙了 显然 平时训练可以 但如果真的在战争中请中国顾问帮忙 那就是胜之不武了 必须要各凭本事才行 不过 作为最早接受中国指导的坦桑尼亚 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突飞猛进 就连经济也甩了其他东非兄弟一大劫 而这其中 也少不了中国的帮忙 训练都能请老师指导 真打起来 可不能再让老师出谋划策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东非国家的军队 几乎都有解放军的身影 只因为他们都有中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 目前坦桑尼亚的军队是最像解放军的队伍 他们的指挥官不仅在中国学到了战术 提高了指挥能力 甚至还会跌斗腐快 同时 坦桑尼亚也是东非最先步入发展中国家行列的 而他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 也是因为中国帮了一个大忙 1961年 坦桑尼亚宣布独立 三年后 赞比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了独立的国家 但他们都是非洲的内陆国 即使独立了也无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发展受阻 俗话说 要致富 先修路 坦桑尼亚的达类斯萨拉姆港 刚好可以对赞比亚开放 赞比亚的铜矿 也可以通过这个港口出口到坦桑尼亚 这样就能实现经济交流 共同发展 但是 从赞比亚到达类斯萨拉姆港 只有土路 路况非常恶劣 一旦下雨 路上坑坑洼洼 很容易就发生车祸 运输和安全都不能保证 所以 他们只能修铁路 可问题是 作为两个都很落后的贫穷大国 就算拿出他们全部的家当 也无法独立承担铁路建设 而且还没有技术 他们本来想找英国 美国 或者苏联等发达国家援助 但都被拒绝了 因为这几个国家并不认为 这条铁路有修建的必要 亏本的买卖 他们才不干 就在他们绝望之际 中国站了出来 同意和两国达成协议 帮助他们打造一条自由之路 1970年 第一批坦赞铁路建设工人 抵达非洲 和当地工人一起艰苦奋斗 同吃同住 手把手地教非洲工人 如何使用器械铺设钢轨 中国的铁路专家们 顶着恶劣的气候 在异国他乡 传递着中华人民的勤奋 期间 有近70位中国工人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5年6月7日 坦赞铁路成功通车 全长1860.5公里 包含320座桥梁 12条隧道 93个车站 由了这条铁路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经济飞速发展 真正实现了经济独立 赞比亚的铜矿 猛矿可以通过这条铁路运输 到达类斯萨拉姆港口 再出口到我国 形成互惠互利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援助非洲 修建坦赞铁路期间 我国于1971年 获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 成功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如今 这条铁路 不仅是非洲国家的自由之路 也是中非之间的友谊之路 正是因为这条铁路的成功修建 加大了中非间的交流 让中国制造涌入非洲 带动非洲经济发展 同时也让许许多多的非洲学子 远赴中国学习 接受中国优秀的军事指导 然后再把宝贵经验带回非洲 建设他们的家乡 虽然国际形势变幻莫测 但非洲一直有中国的铁杆支持者 相信中非间的友谊 必将永远持续下去